幾空一數年尊富第一次參選議員官的議員 這件案件就被對手 當時的對手 拿出來做不實的文選來尊富化憂 最好二空一六年 我們的地檢室減風 以認定不構成相關的訴訟和序行 也沒有親善公務的總統制度 以不欺所來做為粗分 最好的粗分 在我們這次的選舉 由高紀錄對手 拿來做為選舉的工夫 我們覺得很可笑 也很違衡 今天來提告 最主要第一是要捍衛我自身的請別 另外一方面是要忽悠到國民黨 應該是要停止這種 沒好的選舉方式 沒有好的選風 在選舉的過程裡面 經常是讓民眾非常壓軒 希望說應該是要趕快 回歸到正常的選舉模式 提出到相關 對於伊朗官 正民的政見 可以讓民眾更好 更安全的生活環境 這是重點 補充一下 事實上這一件 這一件這個事件 曾經有一個 我們依然很有名的 岩山鄉民 林信鄉民 他在104年的時候就已經有提出告發 他那時候是檢舉那個獲險人 陳慶宜 他是檢舉他涉及到公務侵占 以及涉嫌違反的貪汙制罪條例 侵占公有財務 到最後經過檢察官的偵查 終結了以後 認定被告起得 我們的立委候選人 他起得這個所謂的洋桃館 他完全是合法的 並沒有涉及任務不妨 最後的話是 做 對那個陳慶宜先生做不起訴處分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個已經司法機關確定 是合法的 起得不動產的一個過程的話 我們認為 國民黨的團隊 他仍然針對這一點 來對獲險人毀謗 所以獲險人最主要是針對這一點 今天提出的告數 那我們再呼籲 我們今天提出的是 加重毀謀的告數 那如果 那個國民黨他所受制的 那個大型的廣告 仍然機器存在 等到 立委登記以後的話 他會變成 違反審判法的 使人不當選對 不是每個腳就可以 國民黨的買 國民國 高disciplinary 姐夫 國民黨的按摩 國民黨的按摩 叫他 叫您 之後 叫小子壞的 要說就沒有這麼說 所以對這種歐子的做法 我們普段要給他堅決 現在要用選票來特棄他們 房子 在民國 九十年 新建 完全是符合當時農委會發布的副利用生計畫 來申請補助 而且錢也是他自己提供的 土地也是發的 十年後才取得採權 所以完全符合當時這個計畫 完全沒有所謂侵占或貪惡 國民黨是全台灣最大的詐騙集團 這個宜蘭先議會黨團 國民黨宜蘭先議會黨團 那麼用這樣子的定連廣告 說陳俊你貪污 然後打了一個小小的問號又說 你認為是不是 那麼這個他是心虛 連他們貼這個廣告都知道 這不會貪污 夠不成貪污 但是為什麼做這樣的事情 他就是要詐騙選民的選票 所以這樣的詐騙集團 事實上是要下架的 國民黨是台灣最大的詐騙集團 從這個行為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是要下架國民黨 所以今天呢 特別對一旦先議會黨團 國民黨一旦先議會黨團的 林一剛書記長提告 那麼是要勸他 那麼適可而止 勝利 李宗盛 國民黨 исслед師父母 李宗盛 認為 老大 金 和 孔